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点十二分 然后 刚刚 我醒来发现 我们这边虽然不是看日出的景 因为前面有一幢楼 但是 海边的日出 却是好好看的样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大家 现在是 早上 8点27分 我还是有点直觉 然后我们昨天 还去便宜店买了这个 就是韩国这边的方便粉丝 看到了这个 红豆的 红豆核桃的 年糕应该是 其实昨天我看微博 发了微博大家的评论 有人问为什么我回来这么早 我本来我是无所谓的 我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 但是我成姐她要回来写论文 我们俩是先决定的 要一起回韩国这件事情 然后再敲定日子 然后成姐因为五月份 六月份要回来跟教授面见 写论文 所以说我们就敲定了这个时候回来 你开始收拾家里的东西了吗 哦对 我想起来了 我回来的主要原因是 收拾家 你去过我们家 就我们家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我最近开始回来 就开始收拾整理家里的东西 把一些没有暂时用不到的东西 收拾起来 开始往国内流断续续的寄 然后 最近开始在 分寒 就我们这边那种 二手交易网站 上传一些可能用不到的东西 就可能注意最近把打印机给卖了什么的 就慢慢的把东西往外捣吃 要不然就我们家那些东西 我不知道在整理到什么时候 其实留学生大家回国 建议大家早做处理 就慢慢的捣吃 这个糕还挺好吃的 就是 你可以把它当正餐式 也可以当甜点式 就是那种甜菇的感觉 我来尝一下 也是这样子 就是这种甜菇的 好吃 就是这种甜菇的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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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各位 刚刚我跟陈姐 我们俩已经退房了 然后现在在 家附近的公交站 抖大巴 抖公交 对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 树草的室外 在室外 对 室外大巴客运站 树草这边去江陵 是要坐室外大巴客运站 大巴走的 OK 我们的公交车来了 我们现在准备到 黑暗門 今天准备到 我们现在准备到 每天准备到 每天 都原来 也不是 这种东西 是 这种东西 不酷 这种东西 妹 喝酒吧 吃个钥匙 走吧 各位我们已经顺利的到达了江陵 我们现在从江陵站这边打上车 然后准备先去江陵这边特别有名的一家 卖面包的店 去出他们家十二点开门 下午三四点就会受尽 所以现在是一点钟左右 我们打算买完面包 然后去吃饭 我们今天定的是一个酒店 不是民宿 酒店是下午四点以后才可以入住 所以买了面包吃完饭 我们差不多就到四点钟左右了 到时候再check in一下 晚上有可能的话 如果不累的话 出来转一转走一走 后面是来的 买了几个呀 六个 这个面包叫康伦邦达邦 这个是最有名的 他们这儿的银尖民用中文怎么说的 这个是菠萝奶油包 这是绿茶奶油包 这是巧克力奶油包 咱俩吃一个 咱俩吃一个 嗯 我们早上吃饭了 现在还没吃饭 有点小饿 哇 好多豆粉 我去 你你你你 这这这这这这这 你看一下 这里面的豆粉超级多 还有红豆 还有奶油 尝一下 好吃 这个面包 吃起来不太美观 我再说话 这豆粉老爱碰你这样 吃起来 吃起来 大家再看一看 大家再看一看 嗯 大家再看一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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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热不能洗一气 嗯 呛嗓子 嗯 咳咳 咳咳 我们中午 来了 住宿附近的一家烤肉店 咳咳咳 我们都没换碗口味 吃点肉食 韩国这边 如果你点了烤肉的话 自费上都是会 跟你上一圈的小菜 我们的肉什么时候都好 我们的楼面上 彷薯酱 一些 吃烤肉还是要配冷面最好吃 你特别开心的时候都会这样 吃得很大厚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次找的在江陵KTX站附近的一家小的 这应该叫什么呀 小旅馆 类似于这边有一个冰箱 没有任何用纸的保险柜 这边可以挂衣服 然后一张双人床 这边有电视 空调 还有这种小电扇 很小的一个小房间 还挺贵的 300多块钱一晚上 不过我们就住两晚 问题不大 江陵这边特别有名的 在江陵中央市场附近 我们买一个 这个尝一尝 本来没打算来的 但是成姐时候吃完饭逛逛吧 于是我们就来 江陵这边的中央市场 虽然之前转过一次 但是吃完饭过来消消神 又来吃东西了 果然是海边 进了市场扑面而来一股海鲜的味道 Oh my god 成姐时候下来吃这个 冰淇淋糖饼 我们这次点了黑芝麻的 谢谢 谢谢 来到了一年前坐的位置 去年我们就坐在这边吃炸鸡块来着 对吧 我最近对黑芝麻的东西比较感兴趣 就是各种黑芝麻 怎么样 没有不好吃的理由 哇 哇 黑芝麻 这里面这个蒜香黄油馅 都是融化的 哈喽各位 又来了同样一年前 如果你们有看过我之前 江陵的Vlog跟成姐的话 我之前在江陵来中央市场之前 也来了这家星巴克 也坐在这个位置 我点的这个是韩国星巴克的新品 双倍浓缩焦糖新兵乐 尝一下 因为我要了少糖 所以那个焦糖酱没有放了很多 没有很浓郁 我觉得如果放正常糖应该还挺好喝的 因为里面有两个那个浓缩的咖啡 所以说咖啡味很重 再见 朋友的家 今天是618 对今天是618 早上我们就吃昨天 就是从那个面包店吧 我们拿了一个绿茶 拿了一个芝士 你吃那个 等下先冰饭吧 他们家除了那个银汁米之外 绿茶还会最有名的 它这个里面奶油 巨多 然后还有红豆 你就直接拿等 怎么样 可以可以可以 好吃吧 这家真的超级有名 也是芝士 它是这有个洞 哇 哇 饮料是这个 熊二牛奶的 咖啡味 就之前我们买那个 曼东切瓜 他们家的蒜香面包 来韩国以后知道的最好吃的 这家面包 哈喽大家 我现在正在化妆 然后说试一下 准备今天跟承姐 我们应该是会去 那个小 安木 黑边 安木 海边 海水浴场那边 其实如果大家有看 我上一次跟承姐来 将领的视频的话 我们上一次是住在 注文金 群文金附近 然后一直在那个附近玩 因为我们俩都没有驾照嘛 所以说我们在韩国旅行的时候 一直是徒步的 就不会租车 然后上一次我们是在 注文金附近 去了那个海鲜市场啊 附近的海边啊 逛了逛 然后这次呢 我们就准备换一个海边 来就是 怎么说 江陵片中部的叫 安木海边附近逛一逛 其实还有很多人 关心这一次 出来旅游的费用 大概是多少 嗯 这次我订了两个酒店 因为是我 就是邀请 承姐一起来旅游的嘛 所以酒店是我订的 两个酒店 四天大概 一共是 一千三到一千四百块钱 那如果大家是两个人 合资出来旅游的话呢 大概一个人也就是 嗯 六七百块钱的样子吧 对 但是我觉得住的还可以 然后上一个民宿呢 就是我们之前在树草 住的那个民宿 是我觉得 嗯 我来韩国旅游这么多次 租的民宿里面 我觉得性价比是最高的 它跟这个地方价格差不多 但是上一个民宿的环境 大家也看到了 我觉得非常棒 然后树草来说 整体的就是民宿的价格 会要比江陵这边要便宜很多 我们两个人 一共有三趟车 从首尔到树草 从树草到江陵 然后明天我们会做KTX 从江陵回首尔 三趟车一共是三百块钱的样子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旅行当中的车费的这样的一个出支 然后玩的话 我们俩一人是准备了二十万韩币 就打到我的账号上二十万韩币 我觉得应该到明天我们玩完 差不多刚好能花完吧 二十万韩币大概是一千二百块钱 左右人民币的样子 大概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体的花销 看个人嘛 学生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这些花销有点贵 但是像我的情况是 我一般工资发下来当天 就会转一笔钱给我妈妈 然后她还帮我理财也好 她存着也罢 她会收一部分 然后剩下的那部分呢 我会用来生活 买一些自己想买的东西啊 乱七八糟的 再有结余的话我会存起来 一般我出来旅游的话 花的就是那部分 我再存起来的钱 所以其实 如果每月我都给我妈交一部分钱的话 在我的初支上 她就不会特别的苛刻我 对 所以这次回来之后 我就跟程姐决定 我说我想多出来转转 然后如果程姐有空的话 就陪我一起转 短途旅行的话 自己出来转一转也是有可能的 大家将来有可能会看到 我独自旅行系列 然后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 我们这次的旅行 更多的着眼在吃上 就我们会打卡很多 比较有名的咖啡厅啊 面包店啊 然后今天中午准备去排一排 据说每天都会排队的那个 酸豆腐汤 据说还蛮好吃的 因为我跟程姐吧 我们都属于那种不太执着于打卡 景点的类型 就比如说很多旅游工业上要写 你要去哪个海边 去哪个亭子 哪个照相点去拍照 在我们没太有这个习惯 我们觉得 其实看了那么多韩国的海 长得都差不多 除了季州岛的海稍微有点特色 颜色不太一样之外 江陵啊 树草啊 这边的大海 长得都差不多 所以 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 把旅游地图上的景点都打卡一遍 就随心而走 而且我们俩都很喜欢吃嘛 所以比起花在打卡景点上的时间 我们这个旅行可能看起来没太有意思 是因为我们不太愿意去景点 就比起景点我们更愿意去找那些 比较好吃的店去打卡 我们化好妆收拾好出发了 今天天气还不错 其实我们来江陵和树草之前 天气预报一直说是这两天有雨的 从早下到晚 如果当时天气预报说没有雨的话 我们可能会计划去一趟横溪 那个有羊的牧场 但是因为当时天气预报就说有雨嘛 我们就没把这个算在计划之内 不过也还好 就在江陵市内转一转吧 OK 出发呢 各位 本来我们是打算去阿牧海边的 但是后来看了一下 离我们家这边实在是有点远 改变了一下方向 来了离家比较近的江门海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韩国六大星巴克 最漂亮的星巴克之一的 在大海面前就有一个一二三 所以说今天早上我们就来打卡星巴克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打卡的星巴克 然后对面就是这个江门海边 这边就是海水浴场 哇 其实这两天韩国的天有点阴 不过阴天有阴天的美 如果大家晴天来的话 估计拍照会更好看 海边现在人很少 所以我们打算来这边稍微的走一走 全人姐姐非常热情的给我拍照 这里是 00,00,00,000 入 EA宽 00,00 各位我们上午在星巴克的那个咖啡厅 做了一上午 那个咖啡厅我觉得还蛮值得一来的 在韩国的六大景色优美的星巴克当中占一个位置 确实是前面全部是大海 然后环境也特别好 现在我们准备步行去这附近的那个嫩豆腐村 就是那个村里面到处都是卖嫩豆腐的店 我们准备去never上评价第一的店 据说平日里面也要等位置 现在大概是中午12点钟左右 我们去看一下需不需要等位置 他们攻略上说周六周日千万不要来 我们今天是周五来的 我的天呐 这刚刚到中午不到12点 这人呐 我们拿到了358号 现在251号 要等一百个号 我的天呐 各位 由于你家店要等一个小时的关系 所以我们打算先来附近打卡一下 特别有名的一家黑芝麻拿铁 我最近对黑芝麻特别感兴趣 所有带黑芝麻的东西我都想尝试一下 所以说我们现在步行七分钟来到这边 应该是这儿 但是这附近好像只有那种甜的样子 我觉得这人实在是太多了 买一杯咖啡 这边在爬了30米的人 然后长人姐先回去等那个豆腐汤的号了 我在这边先排一排 等了50分钟 终于进来了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拿铁有多好喝 锅盖每周游点 谢谢 又回到这里 刚刚好 还有前面有五桌 其他的不说 我要先尝尝这个咖啡 到底有多好喝 长这个样子 应该能看见 这里面有黑芝麻的颗粒 这个队真的是排到 我觉得我要中暑 来吧 成年 我来尝一下 到底有多好喝 买点黑芝麻糊 在家里面做一杯拿铁咖啡 然后倒进去 就是这个味道 妈呀 不要排各位 这个真的不值得排 各位 终极排队王来了 等了400多号 排到的这个嫩豆腐汤 加上这份米饭 是60块钱 我们来尝一下 我觉得刚才排那个 他给我排中暑 我才一条肉肚肉 好吃吗 可以 还可以 就是酸笼汤 加上点豆腐 豆腐是挺香的 比咱们在超市买那种嫩豆腐要香 但是那个汤嘛 就感觉是普通的海鲜面的汤 我觉得白州园大叔的那个烘烘盘酒 也差不多的这种汤 怎么样成年 你觉得值得排中长时间吗 我成年表是摇头 但是这一盏其实还好 有的应该有那个泡马排 所以其实排起来没有那么难 你可以去旁边逛一逛 但那个咖啡真的各位 不要排了 虽然好喝 但是不知道我晒那么长时间 吃完饭 走来这边 吃个冰淇淋 豆腐咖啡 豆腐蛋糕 都豆腐冰淇淋 我的天哪 全人豆腐 还不及待 好 现在我们来的这个店 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点了两个冰淇淋 豆腐冰淇淋 然后常人姐点了一个果茶 是吧 我点了一个豆腐拿铁 到底是怎么样 我真的是觉得 我刚刚排那个咖啡 排中暑 就我整个后脑 现在是缺氧状态 虫子咬 不知道 我看我拿不拿那个 哦 头去给它 哇 耶宝 好好看哦 感觉这一趟旅行 最值得期待的 好像是这个的样子 好吃吗 我尝尝尝尝 一个完全不需要排队的 没有人的店 受到了我成姐的 我极力称赞 尝一下 哇 没想到用豆腐做着冰淇淋的口感 这么神奇 真的各位 千万不要去排那个 那个 黑芝麻咖啡 来吃这个 真的 比那个好太多了 豆腐咖啡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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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上这个的奶油 这是分三层的 下面是奶 然后是咖啡 顶上这个是豆腐的 奶油 有一点点豆腐的味道 上面撒了那个 肉桂粉 非常好喝 今天 逛了那么长时间 终于找到了一家满意的店 各位 因为 我真的有一点中暑的现象 所以说我们 现在大概是下午几点 四五点 四点 四点多的样子 我们就先回酒店了 这次旅行的大部分日程 就结束了 除了明天我们还要去打卡一家 上一次来江陵没有吃上的 好吃的店之外 玩的还是不错的 对吧 我们唱节 哈喽大家 早上的早饭呢 还是我们之前买的这个 邦大宝 江陵的这个奶油面包 还剩三个 我们把它简单的吃完 然后中午在江陵这边 吃个午饭 我们就要回首二 换手表 哇 啊这类有红豆是你喜欢的 哎呦 对 这个是巧克力的 哇 好小的 他们家属于那种 吃到自己做的是奶油面包 所以说奶油馅就不是很甜 嗯 嗯 咋个劲儿 嗯 嗯 嗯 但是这个真的巨好吃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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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们现在来到了上一次我们来江陵的时候 没有吃上的那家店 这是一家海鲜辣炒鸡汤店 他们家炒鸡汤里面有章鱼和鲍鱼的一家店 看起来非常好吃 好多葱啊 这张鱼还在动啊 OMG 这个肉是那种一家就会掉下来一家就会碎的肉 哇塞 绝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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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熟吗 嗯 隔壁煮 煎不着汤 土豆 嗯 这个汤真的是绝了 你弄一块小块土豆 然后配点汤 把一块鸡肉放上去 大家好各位 现在我跟陈姐 我们已经到了江陵KTX火车站这边 等着上车回收尔了 来采访一下 这次玩得怎么样 不错不错 就是这个朋友 嗯 反正还行吧 这次四天五夜的树草 江陵之旅 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 那我们说完的Vlog见啦 拜拜 拜拜